中华民族的历史文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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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看,甲骨占卜好比用硬币正反面决定结果一般荒唐,却是当时唯一可以未借心灵的戒指,也为后世留下诸多宝贵的文化遗产。 博古多出土于阴墟,阴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中,曾出土甲骨1583片,其中有自甲骨为689片,且以大片完整的居多,眼前这块博甲,就出土于阴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坑。 除了博古,另一种重要的济世,克辞甲骨,则为记录了商朝王室,贵族的荤散嫁取等史诗,不过,这些济世克辞甲骨的内容,还有很多没有被试读出来,浩瀚的古代岁月,仍等待着人们揭开其神秘密,杀。 出土于小屯南地的补股,经过复原后面时,股片现已残缺不全,不过,依然能看到股片表面钻,凿痕迹,据说,这是商王占卜过程留下的印记,进一步佐证了仙人生存的足迹。 中顶先秋,金文传世,商王朝为华夏文明史重要的两大贡献,其中之一便是青铜戏,随之而生的金文,则成为文字历史上璀璨的一页。 这一盏青内最显眼的位置,收藏有商朝晚期的斯牧心顶,这个大顶是为了纪念商朝第二十三位商王五丁的七字心而锻造的,具有极高的文物研究价值。 亲文是刻在青铜戏上的文字,又称极金文,中顶文,虽然与甲骨文的称谓有所不同,但二者实质上是一种文字,只是存在的介质不同,因而有了不同的名称。 东周文献诗盟书,是春秋晚西晋国卿大夫之间举行盟试时,用于记载誓词的文书试起,尽管在风雨的侵蚀下,盟书表面的文字早已变得模糊难编,庆幸的是。 这些文字已被专业成功试读,也为后人了解商周时代提供了窗口。 文字不只是人类沟通的冰冷工具,更是融入各民族文化结晶的生命之魂,通过形声、象形等造字法,将世间万物包罗在方寸文字之间,代表了浓缩的精华,象征着文化的灵性。 更多精彩内容,敬请关注落榜近视返回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